好過風采 帶來的十五十六期的強城峰 是指導推動的農業順序 動力會 農業普通全業內全平衡 政府獨立周圍 存在的救出對象 除了共鮮感的對韓國 泰國的福岡 每年一月不是現場 観察的對象 不過由中 王立福岡的農民 是願意為陳情 要求重要 每個同王立福岡 連任不是現場 不過農業順序 同期分數因爲 王立福岡 不會普遍心理財貨順序 還要看現場內斗 不會影響到農民 得到潛在救出的建議 不可能說大牧師家的風比較大 鳳梨師家的風比較小 如果說你來看有種事家 不管是鳳梨土種的 就是全部都補助 我們只要比如說 採樣20%之後 它的採樣點都是通過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開放 全部離開 這樣子真的才是能夠辨民 真的是我要拜託中央 這次的海葵颱風 嚴重性非常非常嚴重 特別是農水 特別是農水 真的不要對農民那麼嚴格 記取得向農業部來爭取 希望能夠將鳳梨市家也列為 勉勘查的農水的項目 從港中印 民意台北都嚴重 全部都向重要的衍發 不過農業順序 同期分數三個 王立福岡算是冬天的果子 大家鄉鎮的王立福岡農 可能在不同的事件 受制 做法也要去的果子 因此海葵颱風采等到的事件 載水無法停電出寬情處 那我 要求鳳梨福岡 因為無法按照中國 要有留的港中印 沒有在做 要當親菜的管理 不應該供養得到 田燕在花的郵出 故事還要照顧 本燈的場所 港中印申報告 是要進一步的現場 工作 趕快進行灘災的作業 那所以實際上有受災的農友 其他權益都不會受到損害 農業書同期分數強調 王立福岡無論在沒有時侯先蓋 都沒有影響港中印得到 救出的經驗 在那個協商公共主席的 重點修正構置業 在服務提防政府 應該加強來兼蓋 本港中印對極力的救出 曾經理港中印印尾 也要防立福岡 美工坚將救出救援 運程員在特色 在希望中的停電 會加起一路的調局 下期新聞請見 好嗎